今年,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金县在牧民转场的木道上建设了11座幸福驿站,解决牧民在转场途中洗澡、吃饭、用电等难题。幸福驿站让千里转场木道成幸福大道。 随着天气转冷,日前,牧民们正赶着羊群从秋牧场向冬牧场转场。每年,为给羊群寻找优良牧场,牧民们都要带着畜群按时结搬五六次家。 由于每次转场都会要跋涉数百公里,且路途天气多变,生活基本保障不足。为改变这一状况,布尔金县启动千里木道幸福驿站项目建设。 波伊莫克镇,阿克布勒根村牧民马纳福恩特克,早晨赶着羊群从黑流滩中牧场出发,转场到100公里外河沟里的秋牧场,大概需要一个星期左右。 在行走了20公里路程后,他和羊群来到了吉巴尔阿嘎什幸福驿站。 2021年到2022年,布尔金县计划完成21座幸福驿站,今年共建设11座。 每座幸福驿站都根据实际情况配套餐厅、宿舍、澡堂、卫生间、饮用水、光伏太阳能、围栏等相关基础设施。 幸福驿站建设主要在转场必经之路,为牧区群众在转场和生产过程中提供 生产生活必需品,应急救助、疫病防治、宣传教育、医疗、习域等服务。 目前,建设完成的11座幸福驿站,共为全县1200余户牧民提供了便民服务。 服务功能达标率为100%,全面保障转场牧民生产生活所需,提供较好的出行条件,提高转场效率,确保人处安全。